好,我現在按了記錄 我開始今天的 webinar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Azure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Azure是什麼 還有有什麼支援我們才可以幫助 另外一段時間就會有Sharpy的Raymond 和他同事一起做一些關於sharing 是說AIoT的hub和Deep Learning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大家中間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這個message blog 留言給我們 如果之後有些事情合作 或者想了解的 想問我們的 隨時可以電郵我們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都是很歡迎的 OK 我現在就開始講一下Azure 其實大家都會問什麼是Azure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聽到 或者說用雲 什麼是什麼來的 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們現在上班或者做事都好 都很需要有一部電腦 最基本的就是有一部電腦 但其實用電腦就會說 我們又要維持 或者又要有一部電腦的同事去處理 處理一些硬件的東西 但其實如果我們用Azure 的話 所有東西 其實我們都搬上雲 那裏了 所有的設置 就是由Azure 都由Microsoft 和Azure去處理 我們只是用它們的服務 就不需要考慮 怎樣維持 或者維修 或者更新的東西 而用雲的好處就是 我們用多少才給多少 我可以賣時間去用 我用8個小時 我只給8個小時的錢 就不會說我買了一部電腦 放在那裏不用 其實我已經是給了一個 上升的投資價值 而Azure用Cloud的話 就會彈性很多 同時間 我們用的CPU RAM 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我需要多少 才去按多少出來的 我喜歡用很厲害的CPU 我就在Azure上面去選擇 就不需要說我買了 我只買了一個 160 Graphic Card 4GB RAM的東西 但我就不能升級 那些 同時間 連維修這件事 我們都可以去RAM 亦都是PAPER 使用的 當中 其實現在雲這件事 其實是 大小水彩 亦都是很信心 和信心的 所有東西其實都很安全 亦都是很多 合作的東西 要去遵守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那 剛才講過 現在用雲和Compare 給我們傳統買些鐵 買些電腦 相比之下 其實所有東西 是用一個subscription 或者PSU高的形式去處理 所有東西都是彈性很多 那 我們用的東西 亦都是用up-to-date的東西 相比我們鐵 其實我們買了一部電腦 其實它會有depreciation 所有的軟件 或者它的硬件 都可能會隨著時間 不夠up-to-date的 當你要換新的時 其實也會再花些新的錢 去買一些up-to-date的裝備 但是用Azure 用雲的話 我們每一刻每一秒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up-to-date 而由這個service provider 去幫你去維持所有的東西 我們只需要享受它的服務 用多少就是給多少 其實Azure有很多的show case 或者其實我們生活上有很多東西 都是原來已經在用Azure 找這個東西 譬如香港小姐這個實例TVB 之前的一些投票 甚至其實可能講近期少少的 就是HKTV Mall 其實它抽口罩 這個操作模式 其實它都是在用Azure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原來HKTV Mall 我們登記資料 抽籤 或者是收回電郵 通知你中了 或者是不安裝 SMS那些的話 整個流程 其實都是在用Azure的cloud 的service去處理的 相比之下 其實整件事的話 HKTV Mall 其實就不需要說 裝一個大的伺服器 又要很多人手去處理 去維持這個伺服器 又會擔心伺服器 做那麼多 所有東西 全部Microsoft幫你做完 我們只是在用它的服務 用它的服務 那 webs那裏 或者是apps那裏 其實也有很多的partners 其實都已經在用Azure 就是剛才我們一填的手機apps 或者是open rise 其實它也有很多的resources 都是在用Azure上面的資料 那這裏也有很多partners 那我不逐個介紹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大家很熟悉的partners 大家其實和Azure也有很多的合作 那用雲有什麽好處呢 或者是用雲的話 我會不會說我只是香港 或者用不到或者某些地方用不到呢 其實Azure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regions 也都有放了很多的data center 那它相比其他人其實是多的 那所以其實我 譬如可能有些project 我有些東西可能在美國的 我會不會說擔心我 我會不會看不到那邊的人 或者是可能會有些latency的問題呢 其實不用擔心 我們只要是可能安排 或者設定一個resources在那邊 其實也都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所以其實你見到 Microsoft的data center 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會有的了 那所以其實是很方便 也都不會說擔心有latency 或者是可能會看不到那邊的地區的問題 那麽Microsoft Azure 其實呢 它也支援了很多不同的資源 或者是service 那麽下面其實很簡單 我們經常說的computer power 是最基本的infrastructure service 包括我們的VM 講的virtual machine 裡面的CPU RAM 也都會講的是 可能storage 和networking 這些是很basic 我們大家都會常常call 或者常常用到的東西 那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其實在背後Microsoft也都有很多不同的 platform service的東西是提供的 就是剛才我們之後會講的IoT 那麽也都會有些webapp 或者是API apps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software的東西 其實在Azure這個portal上面 其實它都support到 亦都是做得到的 那這裏其實也都會見到 原來Azure 是跟很多不同的partners 在develop 在apps 或者是software 和subscription上面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所以其實在Azure來講 這個portal其實是一個很大的possibility 去develop 大家的solution 或者是在project上面 也都會有很大的機會去用得到 怎樣去feed一個你自己的project 去給你自己客人 那Compliance 其實我不特別講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region 亦都有不同的compliance 的東西要符合 其實Microsoft 去Azure 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 mostly 都會提供了 所有不同的compliance 的東西去符合 那另外要介紹一下 其實說 一個Azure 的一個calculator 其實我們可能會問一些客人 我們想用雲 我怎樣去code 或者是有沒有東西可以給我 我都不知道用多少錢 我很沒有信心去用戶 因為我買過鐵 我也知道鐵有多少錢 是不是 但其實Azure 其實它是有給一個calculator出來 在網上的 其實是 大家在這兩個網址 就是說 我想用什麼 我可以預估到 測試到 我用一個月 可能假設一個月就是730小時 我可以預估到一個月 我用這個VM 我大概這個sign 這個spec 我大概是多少錢的 或者我想計 我用一個storage 我要這麼多gb 其實我也是測試到 那個cost 是多少錢 那對每一間公司 都會有一個budget的預算 我大概是心中有數 原來我用的是這麼多錢 就不會說 我擔心overbudget 或者是不知道 因為其實Azure 這個東西是pay是輸高 你用多少 就是給多少 原來我可能工作時間很少 很短 我計算 可能是5個小時一天 用5天 其實全部都是有數可計 在Portal上面 都是可以按到的 這裡會顯示 你會選擇 例如用VM來說 我會選擇 我的region 放在哪裡 例如香港的話 我們會放在East Asia 我們會問你需要用license 要用license 要不需要用OS 即是你用Windows 那就選擇 Windows 然後就會計 我想用甚麼spect 要用4G RAM 要用多少個storage 要用甚麼 其實逐個逐個選擇 然後就會測試 測試 測試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不單是VM 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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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說一下Synix 其實我們Synix 跟很多不同的Synix 是有合作的 大家可能未知道 或者聽過 其實我們Synix 是科學員AI-Plus的 服務器 我們大家都有不同的合作 這裏也有些名字 是AI Club的Members 他們也開發了不同AI的Solution 或者產品出來 他們其實也是我們Synix的partner 如果大家有甚麼合作 是想用關於AI的東西 或者是大家原來有些Solution 可以一起研究 在Coming Project 的話 請充電我 我們可以做一個Line-Up 或者是做一個Business Matching的安排 讓大家看看如何去開發 或者去合作 去展開大家的Business Opportunity 所以 或者大家之後 如果有些甚麼 是有些甚麼Propos 或者你們的Solution 是適合用的 或者適合Synix的partners 你們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覺得 大家是可以分享 然後做一個合作的 好 我這裏就買少許廣告 其實我們Synix是 製造Multi Cloud的 我們現在有五個雲 當然我們今天就講 Microsoft Azure 但其實我們也有其他雲 是有Carry的 如果有五個雲 可能有些客人會問 我五個有些project 這個就用Azure 這個就用其他大陸雲 這個就用另外一些雲 我很難去管理 我們Synix 會有一個Porto 你們可以在Porto上 去下單 去order那個雲的東西 同時間 也可以利用這個Porto 去管理你們所有的Project 不同雲的Project 在一個Porto上就可以看完 這個Porto我們是不收錢的 就是免費的 你是任用的 同時間這個Porto也都會 提供了一些 Building Consolidation 給你們 就是你們可以下載的 Usage Building Report 還有我們也會 每個月 Consolidate 所有的Invoice 就是五個雲的Invoice 給你們 所以你就不會擔心 我今天又要找Azure 明天又要找第二個雲 的Payment 我們一次就幫你 consolidate 所以這個是我們ynix 的一個Porto 這個也挺有用的 我相信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 可能有朋友 也未必有 而我們就做到 這個Porto出來 讓大家去用 那另一邊 我們ynix 其實也有 Local 真是用廣東話 真是香港的 Hotline support 如果剛才那個Porto 說有什麼問題 Building和Refal 有什麼問題 可以找我們 我們是由一個香港人 真是Local 城有4的Hotline support 去回覆 而technical 我們有technical的support 我們有一條專業的 professional 的 Pre-sales team 如果大家有些 architecture的東西 不清楚 或是不熟的 或是有疑問 或是想要幫助的 可以找我們 而我們的專業團隊也有提供管理服務和專業服務 如果有些客人不熟悉或不清楚 想找Synix幫助的話 我們的Synix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的 擁有不同的網路的標領 全部標領也不需要用信用卡 用信用卡 用信用卡 又要加上公司的錢 很麻煩 另外我們在Cloud這個服務上 我們都有不同的支援給我們的夥伴 例如有訓練 資訊 或者有些市場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們聯絡我們 我們看看大家如何安排 或者如何合作 或者之後大家也有些東西 原來想做分享 是關於Cloud的行業 我們覺得當然是很歡迎的 所以大家有些什麼需要 或者是想支持 或者是想做的 我們一齊大家一齊 work out 這個是我的contact 我叫Kid 這個是我的email address 和我的contact 電話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之後也好 或者待會 採訪完了之後也好 隨時歡迎找我們 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就一起合作 或者有些什麼項目 我們想聊 或者是sharing 想做的話 請去找我 我們一起去研究 一起去 work out 好 我今天的presentation 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問題 繼續聯絡 接著我的時間就交給Sharpete的Raymond 他會跟大家做少少少sharing 是用Microsoft Azure的Rot Hub 我將時間交給Raymond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Kid 早安 各位 早安 各位 我們是我們的 Big Data Expert 好 那我首先就講一講 我們今天會講些什麼 其實我們主要今天會 focus on Azure 兩個 product 來講 我們這兩個 product 今天分別會在 Databricks 和 Azure IoT Hub 其實我們可以在一些 work place 上 其實我們可以在一些 work place 上 就會做到很多的工作 包括例如 visitor management 近來很多的 因為武漢肺炎 引起的 health checking 社交配置 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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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和 access control system 去做個 integration 那我們今天都會給大家一些用的措施 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其實是一間 software developer 是一個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我們就是幫很多香港和 APEC 不同的 partner 去 develop一些 software solution 現時100%的軟件應用都在 Azure 上行的 我們也很感謝 Cinex 給了我們很多 child credit 很多時候客人做 POC 我們都很樂意在 Azure 上去做 我今天就說 RTHUB 和 Databricks RTHUB 可能大家未必那麼熟悉 其實 RTHUB 我們覺得 Azure 上是一個頗有用的軟件 特別在現在的 RTHUB 世界 我們只需要在 Azure 的 Tenants 上去做一個 RTHUB 基本上你想到的 RTHUB 其實都可以寫上去 我們會給你們一些例子 我將資料寫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提供 Real-Time 的資料 我們叫 Hot Path Processing 第二件事我們收集資料的時候 有些人會將它打入冷瘡 我們叫 Code Path Processing 打入冷瘡的時候 之後就會用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和 AI 的工作 拿到一些很 useful 的資料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一些我們很 Typical 的客人做的 Project 這個 Project 我可以說 稍後你也會看到 就是一間 Big 4 的公司 其實他們在香港 我們之前做了他們在黃宗坑的辦公室 你會看到我們會有大約 1,000 張 Hot Desk 每張 Hot Desk 下面都會有一隻 Sensor 就告訴你究竟是運運作的 也會安裝了幾十隻電錶 知道每一層樓的用電量 基於用電量去調整他們的省電 這些 Power Saving 的工作 還有一些 Air Quality Sensor 就知道 CO2、PM2.5、溫度、濕度等等 這些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會射進去 經過一個機會 射進去我們的 IoT Hub 上面 也有不同的 People Counter 包括 People Sensor 、 Meeting Room 、 Public Area 就大概知道每一個 Area Mode at the moment 有多少人 我們不是知道有人 因為如果你說普通的 People Sensor 就知道它是有或沒有的 我們這次都會知道 它除了有多少人之外 它走、站、坐、坐 我們都知道 我們將這裏所有的 Information 收集在 IoT Hub 上面 我們就會把 Data Bricks Data Bricks 那裏 我們就會有很多很 useful的 Analytics 就給這間公司的 Management 他們的 Business Decision 還有做 Automation 還有做一些 Prediction 譬如說 Hot Desk 譬如說 我們會測試到 可能它們會知道天氣 或者等等不同的情況 下個星期會有少人用 我們直接把某兩層的 Hot Desk 其實它可以鎖進去 變成你可以由於這個 Prediction 和 Automation 你省了很多錢 以及一些不會用的資源 我記得這裏有這麼多難的 你會說 Azure R&T Hub 是不是很貴的 其實不是的 剛才你所說的 這裏有這麼多的感應器 我們所有的 Azure Electrical Meter Hot Desk 都射進去的Azure 其實我們的成本 在Azure上面 的 End User Price 其實只有一百九十元 每個月 如果一百九十元 港幣 每個月的計劃 已經一天可以 吃到四十萬個訊息 即是四十萬個訊息 一個小時就慢幾個 那絕對是足夠的 譬如我們的感應器 都是說一分鐘 它報告一次 究竟它的位置有沒有人坐 或者空間裡面有多少 或者溫度是怎樣 所以是絕對足夠的 從香港的個案子來說 好了 我們收集了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的 其中一個完成了的項目 就是我們會建立一個 staff app 這個staff app 就是他們每一個同事 我們遮住這間公司 就不想讓他們看到 那個名字是怎樣 但是你也猜到 是哪間的貨店 你就會看到 就是他們每一個同事 他們可以Live 知道究竟 at the moment 那個Hot Desk 的用途是怎樣 有些位置 可以關閉 所以就變得不想 去打開Hot Desk 變成了他們可以 做決定 究竟是否回到工作 或者去預約聚會 或者去預約聚會 我們有Web App 但是我們就在Azure上面走 我們也會用Power BI 去做一些Dashboard 還有等一下我們會說 就是怎樣去利用Data Breaks 其實它是一個Apache Espart 即是一些Big Data 的Machine Learning 就是怎樣去做一些Analytics 我們近來都很多生意 就是因為疫情的緣故 就發現很多人做Hot Desk 做完Hot Desk之後 人們就覺得好像回不到全頭 其實他們需要一些Analytics 就是要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收到的個案 就是下個星期 我要你幫我 在他們100張桌子裡 儲物變成Hot Desk 就要加一些功能 就要檢查一下 究竟是多少人用 它只能夠給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怎樣去Deproy 我們就利用Azure 我們的Existic Technology 印一些QR Code 我們就可以做得到 去Present一次給他們聽 怎樣去做到這個Data 這個就是你看到的一些例子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去Deproy到這個數順 我們可以去Deproy到這個數順 OK 明白 我們可以去Data Bricks 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去Data Bricks 我們可以去Data Bricks 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去Data Bricks Data Bricks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做Data Engineering 和Analytics 我們會知道 我先給你們一些例子 我們先給你們看 我們收拾了Data 射上去RT Hub之後 我們第一次用Power BI 我們就會做一些 我們叫Instagram的Dashboard 他們的Facility Manager 或者Business 就會知道 這些就是我們收到的Data 他們在real time 知道整個建築的情況 我們也會把一些 數量的Historical Data 放在Data Bricks Data Bricks 我稍後會說 會做到什麼 這些就是我們在我們 吸收出來的Dashboard 的Element 譬如說 會有Occupancy的Data 他們知道 Hot Desk Over 過去幾個月的使用量 你會發現 有一段時間是幻容的 可能就是一些 長假期 還有每一個位 Exactly的Usage 我們都會有這些Data 甚至乎很多時候 那些老闆 他們想知道 我是想知道 某一個特別的User 他是在過去30天 有沒有回來上班 這個就是這個人 他坐在他自己的位置 或者又回來公司的Data 很多時候 我們做了這個Data Bricks 之後 很容易很快 就立刻拿到Data出來 那你說究竟 我拿到Data 是什麼用呢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Prediction 例如 我們很多時候 客戶可以做的 就是 把Meeting Room 最簡單 Temperature 和人的Ranking 找到哪些Meeting Room 他們會更多用 哪些房子 完全沒有人用 是否空間問題 或者一些我們人 想不到的因素 我們可以在Data 找出來 我們也可以 基於Hot Desk Usage 黏在CRM 就知道他們的Sales Volume 和他們的Productivity 和Working Hours 可以做一些Prediction 就知道 原來其實轉了Hot Desk之後 其實那些人回來 少了 但是不影響Sales Volume 甚至Volume 就升了 這些都是我們 我們未必會馬上想到 但我們可以透過Data Bricks 的Analytics 就可以找到 甚至乎 我們可以黏好衣服 拿到Email Volume 的數據出來 那Predictive Analytics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好了 基於一些過去的 一些可能很多的Data 我們可以去Detect 究竟 很多客人最常做的 就是Sales Volume 可能有很多 社會的數據 衡生指數的數據 進去 還有做一些Front Detection 就是會不會是 有些員工 你覺得他是辦公 辦公室的 但那些Lock-in的時間 突然之間 和過去完全不同 就是一些 一些正常的東西 很容易在Data Bricks 那裏 它是會用 Machine Learning 直接告訴你 那我們也要考慮一下 一些Sensor 其實我們有些Sensor 都會用不來的 就是以往很多時候 還有一些People Sensor Occupancy Sensor 黏在電話裡 然後告訴你 又是那麼多 其實我們現在 跟Asher去隔 就是我們的Sensor 即是我們 跟我們Card的Sensor Integrate的Sensor 它會馬上 計算到你有多少人 Traffic Line 譬如說 我們畫一條線 在這裏 走出走入 走入不同方向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現在的客人 就是廁所 廁所 廁所怎樣做呢 以往清潔廁所 都是每月1個小時 都清潔廁所 但如果我們安裝了 一些Sensor 我們就可以知道 廁所 或者門口 或者去廁所的風道 有多少人走過 我們就會做一些 自行 就是每個廁所 每100個人走過之後 我們就會去 然後遮遮 就收到 那些清潔遮遮 就收到 那些清潔遮遮 他們就會去清潔廁所 那便將廁所的清潔 就是用一些 叫做 usage volume 而是一個 時間基礎的方法 其實客人會覺得 這樣 遲早就乾淨了 而且發現 他們不輸 這麼多清潔遮遮 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在Asher上 製造了的方法 那 Health 等等 這些東西都有 那 那這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 summary 就是一些Sensor 寫上去 那我們便可以去做 那我們也會 跟客人 進行 跟他們的 Visitor Management Solution 譬如說 我們會把 Visitor 整個 整個 Management Solution 連office 365 和Azure 進行 甚至乎 透過Azure 和IoT Hub 我們一個 辦公室 也有個 整個大限 就是整個 整個大限 他們要邀請其他人 我們都會透過我們的 Visitor Management System 去做一個 Invitation Invitation之後 他們便會收到 QR Code QR Code 可以去樓下的 雜機 甚至乎我們 透過Azure 也都會跟他們的 升降機 去做一個 Integration 他們可以 譬如我收到這個QR Code 就去23和24樓 或者是那一天 我在升降機 只能按到23和24樓 那這些都是 整個Cloud solution 我們都可以做到 一些落地的 這些其實是個Partner 可以去想一想 一些Azure的用途 這個就是我們的 Visitor Management 的Screenshot 系統 會馬上在 Cloud 會印上 會有 SMS Notify 我們 都是一些 很User-friendly 和更增加的 Productivity 譬如說 我們這個用途 就是當你的客人 按Lib 用了QR Code 去Check-in 在Lib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已經大了 這個 它用了 這個 最後 我想給你一些 Deep Learning 其實Deep Learning 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很新的 其實不是 我們寫了一個 近來很輕用的 一個Deep Learning 就是做一些 Health Decoration 很多時候 你去辦公室 你現在要去 確認一下 你有否做過 發燒 等等 它主要是大面膜 我們這個 APP 我們製造出來 就可以檢測到 你有沒有大面膜 我現在先脫下 先脫下 先脫下 就是App Set 我們先回答 一些問題 這個是我們會 放在iPad 去做 問題是 你過去14天 有否接觸病 有 有 有 我去香港 我發燒得很嚴重 14天 我回答了 好 好 這裏我們的Deep Learning 在Azure 怎樣去做呢 就是它開個鏡頭 到時是iPad App 就不需要太多 允許 它只要看你有沒有戴口罩 如果我現在沒有戴口罩 它就不讓我進去 就是我不去Trigger 到下一個功能 或者不開閘給它 我現在就戴回口罩 你看到 看一看 我們Deep Learning 的意思就是 我們透過一些Deep Learning 例如Algorithm 就可以測試到 哪些人 是有戴口罩 哪些沒有戴口罩 整件事 我都在Azure上 這個Cloud 都是很快的 就可以讓它們 Deploy 這個就是 時間不多 我們只需要15分鐘的時間 就分享一下 用在Azure上面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很簡單的 Io Team Integration 一些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下次 如果有時間的Tip 我們反而有興趣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一些Power BI 怎樣去做 我覺得那都是 一些興趣的 項目 Kid 我今天是這麼多 我今天 分享一下 Kid 看看 你想 我交個時間給Kid 好 謝謝Raymond 很好 我看到你的Apps其實很厲害 真的能看到你自己的樣子 有沒有戴口罩 那樣東西 我知道 這個應該是有些客人也都在用 剛才你也有展示 其實很感謝Raymond今天做了一個分享 我相信大家也有興趣 去開展 如何去建立更多不同的方法 去應付到這件事 在Azure上面做到什麼 其實大家如果對今次的Webinar 或者是剛才Raymond說的 有些興趣 或者是想問一下 或者是怎樣去處理 或者是怎樣搞 或者大家有沒有什麼合作空間的話 真是大家 讓我們聯絡 Raymond 你有沒有把你的聯絡在那裡 可以 我都會留在這間房間一段時間 我會留在這間房間 我會留在這間房間 如果大家 我有幾個同事 就是我們 Miron Miron 就是我們 IoT的專家 其實他們都在這間房間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留在這間房間 跟我們聊一下 可以分享一下Azure的用途 沒錯 沒錯 其實我們之後下個月 可能都會再介紹一個Webinar 其實剛才Raymond 也有些想法 就是剛才用 PyPower BI Py BI Apps 然後去處理這些數據 其實這個功能 我們Cinex也有用到 其實真的 放很多不同的Data 的Mapping 然後做一些Analyze 都會用得到 也會看看我們下個月 7月那時候 看看怎樣去安排 或者有什麼主題 大家去做Sharing 關於這個 Information 那麽多位 如果大家剛才有什麼興趣 或者是 也有些想分享 原來大家都有些想法 可以brainstorm一下 想一下 一起分享一下 聊一下 我都留回我 Raymond的聯繫 在這裏給大家 也會保留在這裏 大家一會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跟我們說 那怕醜的不要緊 我們可以offline offline 和Kine都可以的 是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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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位 那麽我們今天的Ribbon 大概就是這麽多了 那有些什麽需要的 都可以留在這裏 跟我們聊聊的 那我放回我的PowerPoint 謝謝 那麽多位 那我會留在這裏 那我可以留在這裏 真的很像是 那我不在這裏 那我可以留在這裏 看下攝影 看下攝影 好 攝影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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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